现在进行的是我们地形台导轨的安装 那首先我们要把地形台 在地形台上面把导轨取下来 然后这个备件箱 备件箱我们所拿出来的东西 当时也全部放在这里 把它取出来 这个眼子我们把它对好就好了 最后我们用扳手把它拧紧 这样我们这个导轨的就拼装完成了 那主机我们定位定好了 现在就要去定辅机的中心 中心的话是主机中间下去摆一条中心线 我们可以找线或者是电线都可以摆下中心 以这个中心点拉一条线一直垂下来 选择它的中心 然后以这个线下来中心垫个点 这个记号 然后我们再量一下的导轨 导轨是100 100我们取中间60 这个记号 那现在我们与这个导轨的画的中心和线的中心对齐 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地形台调到这个设备的导轨上面去 那现在开始取吊 我们挂上吊钩 挂好以后我们选好中心 开始取吊 好有点偏 我们重新再来一次 好 好 我们设备下面有轮子 轮子一定要落在导轨上面去 现在我们开始安装设备上的定性膜和水箱 定性膜和水箱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一下导轨上的螺丝 现在导轨它 装定性膜之前先把导轨上面的螺丝给它装上 一共有三节水箱 三节水箱一节水箱上面有四个螺丝 等于一边六个螺丝 我们要先把螺丝装上 现在我们开始把水箱吊起来 那现在我们要把定性膜导轨上面的螺丝放到这个里面去 好 别动 螺丝必须卡到导轨里面去 两节水箱连接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建槽 要对准下面一个建槽 要卡到建槽里面 才能保证它的中心在一条线 现在开始装装排水弯头 排水弯头全部在这水槽里面 然后我们连水槽一起跟弯头把它抬过去 水槽摆在合适的位置 然后开始装弯头 现在开始安装弯头 先打胶玻璃胶 玻璃胶随设备我们一起会发给你们的 然后现场打一下 先打一圈 然后把弯头 然后拿螺丝 那现在我们使用的是电动手枪钻 速度是比较快的 我们现场可能没有 没有的话可以用雷雷脚 现在我们要把这回水槽 回水槽放到这个弯头下面 就这样摆好 这个地方 最终我们要接到客户的现场的排水沟 排水沟 把这水给它排出去 现在我们水箱里面 回水槽里面还剩下许多螺丝 螺丝 手轮 那我们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 把后面装在我们相应的位置 其实每一个螺丝都是有用的 不要把它丢了 到时候组装不起来 我们是一配一的 现在我们开始安装手轮 我们先装升降 它这边有个键槽 这个手轮上有个瓶键 我们把这小瓶键给它放上去 小瓶键是紧配合的 然后我们把手轮 手轮上面也有个键 两个键对应的装上 OK 好 这个手轮我们就装好了 这个是电行台的前面 调整电行台整个拖架的左右的倾斜 也是同样的一个键卡进去 手轮装上 这一步我们就装结束了 现在我们开始连接四杆 先连接电行台里面的 好 然后那边装好以后 再装这边 然后把螺丝紧上 把螺丝紧上 现在我们开始装线位开关 防止电行台往后鱼的时候 撞到牵引机 起个线位的作用 那我们就完成 我们过来 第一个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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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